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没有信心? 如果你说今年在这个台 其实在派台的成绩上 我觉得我是没有什么信心的 因为今年真的派在台上的歌是不多的 因为拿了一些时间做演唱会 又拍戏 我妈就跟我说 他说儿子真的很辛苦 一班年纪 我没有想过这句话 由我妈说错 他说一班年纪 还要同班后生 同班后生争 我又不是争 我说别人选我出来 难道不接受什么 我说这个都是一个肯定 所以你问我 其实在这个行业都20年了 是平常心的 有是一个肯定 还有我都觉得我是代表中年组的代表 我都希望可以再下一城 如果你问我 中年人都要为中年人争气 始终还有很多中年人 我都会想到 我都会发现 什么时候 词